一人黃子嬌捲入持有未成年不雅影片案 警方進一步追查 發現出了一開始查獲的七支影片外 竟然還有多達四十一人受害 臺北地院今天下午四點開庭 黃子嬌準時現身出庭答辯 可以看到他戴著帽子 身穿的衣服跟上次開庭是同一件 但你看當時的狀況 面對媒體黃子嬌全程保持沉默 沒有任何回應 而根據檢方調查 當下是逐一清查三關的硬碟內容後 卻發現除了原先的七支影片外 還有多達四十一位受害者 也是未成年 而且其中年紀最小的只是國小生 情節是十分的荒唐離譜 那目前檢方也跟法院 來申請病案審理